赵薇藏了多年的儿子中曝光,长这个样子。难怪赵薇纸巾没公开。 我们对于赵薇的最初印象,肯定是《孩猪格格》里的小燕子。 她在出演《还猪格格》后一炮而红,而且成就并又没限制在拍戏,在电影、电视剧、唱歌、导演各个领域都获得了不错的成就。 特别在嫁给黄有龙后,人生就跟开挂一样,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,更是被称为女版巴菲特。 其实黄有龙在跟赵薇结婚前就已经离过一次婚,并且还留下了一个儿子,如今儿子也是19岁的壮士小伙了。 而这个儿子却一直都没有曝光过,网上也是找不到一丝关于儿子的消息。 其实赵薇与黄有龙有龙前已经知道有这个儿子的存在,他对此也表示能够接受。 从赵薇微微博晒出的照片上,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小时候还是挺像黄有龙的。 在之前黄有龙也透露过,儿子非常喜欢看还珠哥哥,特别是里面小燕子这个角色,看了有十次以上。 这样看来,儿子是能够完全接受赵薇当他的继母。 虽然赵薇并没有提及关于儿子的任何事,但的却是对儿子宠爱有加,简直就是自己亲身孩子。 在两个人的微博上,经常能看到一些旅游的照片,在背景上都非常相似。 并且这儿子已经叫赵薇妈妈了,看来赵薇是用他的真心换来儿子的一句心甘情愿的妈妈。 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,不曝光其实也是对儿子的一种保护,晒出来可能会打扰儿子的生活。 小四月已经曝光,不想儿子也受到影响,被狗仔队跟踪。 儿子在这个年龄正是需要专心学习的阶段,不希望他受到影响,这就是爱的表现。 赵薇从来都没有晒过儿子的照片,不过与儿子在新加坡逛街还是被网友抓拍到了。 虽然两人相差22岁,但看起来就像是姐弟一样,赵薇真的保养得很好,丝毫不显老。 其实赵薇一直都很低调,当年嫁富豪都这么低调,如今成为富豪也是一样的低调。 这种低调的个性难免让小编想起韩雪,曾经是一个拥有着美妙身材以及白皙气肤非常火的明星。 当初一手想起让她红遍大金小巷,如今却很少在娱乐圈露脸。 赵薇曾经说过很像找个机会能够和韩雪合作。 大家都知道,韩雪虽然一直都有在拍戏,不过她从来不在乎片酬什么的。 她只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,这么有个性的演员难怪赵薇都仰慕她。 韩雪拍过的作品不少,为人低调些气质出众备受大家的喜爱关注。 而赵薇就更不用说,小燕子这个角色早早的就已经落在观众们的心中。 如今也是过上了美满的生活,简直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赢家。 纵结。 你喜欢赵薇吗?你认为不曝光是不是对儿子的爱?